大家好,我是小小朋友朋友,大家好,每次节目一天,这次我们继续来介绍各项扣除的内容 我们在前面两个讲讲了人工有关的各项扣除问题 也讲了借款有关的各项扣除问题 那么我们这些扣除它用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三步法 三步法一定要深入到骨髓中,因为考试是必考,它是一个解题的流程 那么我们这堂课来说说什么呢 就是咱们企业在做生意过程中总是要发生点招待的费用 那这个怎么扣呢,还有呢就是要发生一些广而高知的费用 就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这一堂课讲的这个内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广宣费啊,业务招待费啊,福利费,工会经费 每年的捐门都都有,你像借款费用在个别年份中还确实没有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考试的评思的问题 好了,那么我们依然来用三步法来给大家讲解这块的内容 首先说业务招待费 业务招待费的三步法的第一步呢,就是实际发生额 这个考试体理必须给你 所以就不需要担心,审题确定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业务招待费呢,它怎么扣呢 它肯定不是按实际发生扣 你这个企业经营不打地,吃的倒挺多 对吧,都给造了 那不能说你造多少扣多少,这是不可以 那么它是按什么呢 按60%扣 但是呢,它又规定了一个最高限额 不能超过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五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大家看这个教材上有这么一句话是吧 转化成了三步法的第二步 就是这个标准额 也就是这个限额 这个标准额,这个限额 那么这个限额是什么呢 是发生额乘以60% 请同学们注意,60% 考试是不告诉咱们的 要印到脑子里 这个发生额乘以60%不是一个数了吗 然后再算一个数 销售收入乘以千分之五 千分之五,考试也不告诉咱们要备注 不备注丢分,备注没有直接的分 就这么个事 然后俩数算完以后,PK取消 PK就是谁小,用谁呗 那么这就是标准额,限额 也就是杨老师开玩笑说的那个红杠杠 定了吧 好了,这是三步法 第二步,PK取消 谁跟谁PK要知道 然后呢,就是比较确定了 比较确定呢 依然是有两种问法 一种是直接法的问法 也就是问你税前扣除额是多少 那么实际上啊 这块呢,大家可以统一 都用我们前面讲的三步法 就A和B谁低按谁来 但实际上呢,我们的业务招待费呢 它就是选B 因为B一定比实际发生额等的去低 所以呢,我们用一个最终的结果 在这列是,税前扣除额就是B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A和B输低 三步法第一步用A表示 三步法第二步用B表示的话 A和B输低,肯定选B 好,就是它的直接法下的问题 问你,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额是多少 你就直接选A和B的 属小选B就可以 那么如果它问你纳税调整额 那么业务招待费它一定要做调整的 那么这个调整额就是纳税调整增加A减B之间的差额 因为它的实际发生额肯定大于这个标准 所以呢,我再啰嗦一下 我这块劣势的没有什么新鲜的 它依然遵循的是我们之前讲的比较确定的判断原则 好,那么这是业务招待费的这块内容 那么接下来说说这个广宣费 广宣费这块同学们要注意什么呢 三步法第一步实际发生额 那么就是已知条件中给定的计划 那么这块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如果题目中告诉你说广告费多少 广宣费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简称是吧 如果说广告费100万 业务宣传费250万 那么要加起来是350万 作为三步法的第一步实际发生额 也就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是同时考虑 用一次三步法 他就跟我们前面说的福利费 公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不一样 这三项费用的话 你得用三次三步法 这个大家需要知道一下 所以在这我加了一个扣号 就是当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分裂的时候 在已知条件中分别劣势的时候 要相加作为三步法的第一步 好了 这是广宣费 那么接下来呢 他的三步法的第二步 那么是标准额 限额 红杠杆 它是什么呢 它是销售收入乘以15% 那么这时候同学们注意 这个15%考试是不告诉我们的 需要记住 那么用销售收入乘以15% 就是标准额 也就是限额 也就是红杠杆 但需要说明的是 那么这里边大家注意 这个15%只是基本的扣除比例 那么杨老师为了把这张表额列示的完整啊 我们也列示了30%的情况 也列示了0%的情况 0%就是什么 就是一分钱都不让你扣 你发生多少 我让你怎么的 纳税调整增加多少 是吧 那也就是限额是0 不让你扣 那么什么时候是30%呢 什么时候是0呢 我们马上说 作为提示内容 跟大家说 好了 那么这是三步法第二步 留一个小尾巴 一会儿再说 来完善这张表格 那么三步法的第三步 当然就是比较确定了 是不是 那比较确定 如果问你税前扣除额 直接法的问法 那就是输低 A大于B选B A小于B选A 输低的原则 那么如果是问你纳税调整额 那么如果A大于B的时候 A减B做纳税调整增加处理 当A小于B时 是不需要调整 那这个就遵循我们前面的三步法的 这个比较确定的原则 一点问题没有 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基础性的表格 那你学完这个 你认为你就学完了吗 没有吧 为什么 有同学说了 老师 我发现了这个业务招待费里边 有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五 广宣费里有销售收入的 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个销售收入怎么确定呢 它是我们前面讲收入总额 一般收入中的哪一项呢 这就想一个 我们在前面讲收入总额 那块提到的一个三座 三不座 那么咱们来给大家提示一下 业务招待费也好 广宣费也好 二者的计税基数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销售收入 它是同一个数 那么是三座 指的是总额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和 适同销售收入 那么这里边需要提示一下 总额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我们是站在会计科目的角度 那么我们的这里边的 适同销售收入 说的什么 是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 适同销售的收入 那么这个 你还记着 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什么 叫做全属 加一个除字 我们通过全属 加一个除字 判断 它属于企业所得是 适同销售的 这块的收入 是可以作为 业务招待费 广圈费基数 这要三座 那三不座什么呢 就是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处值损益 我们考试 计这个三座三不座 就够用了 那么 这块就是我们在前面讲 收入总额是提到了一个什么 三位一体 对吧 你还记得我在这个讲 收入总额时 一般收入的九项时 是不是我们链接了流转税 也链接了企业所得税 当时我说我惯一耳朵 对吧 让你们听一听我印象 然后在这给大家进行总结 那么这块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是我们站在会计的角度 对吧 你投资收益呀 中优收入啊 其他优收入都是会计科目的角度 那么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看世界 结合我们在前面讲收入总额 一般收入九项中的内容来说 那就是销售货物收入 提供劳务收入 租金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以及企业所得税的 适同销售收入 是可以作为基础的 如果你跟前面的一般收入结合一下 那么就是这么四项内容 销售收入 提供劳务收入 租金收入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 适同销售收入 它不属于一般收入 它属于特殊收入 所以我说的 如果你跟一般收入九项结合的话 那就是这个四项 做个链接就可以 那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把这块给强化好 那么我们做道题来感受一下 那么拿到这种计算问题 已经跟着杨老师学了几个小时了 是不是啊 我们要下意识的去看问题 这道题问的是 2022年度 该企业可以税前扣除的 义有招待费 广告费 义有宣传费 合计是多少 那么首先 这句话 我应该解读出两个意思 第一个问的是 税前扣除 那马上想到是杨老师说的三步法的 第三步应该是直接法的问法 也就是输低的原因 第二个呢 要注意他问的是 业务招待费 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但根据刚才的讲解 广宣费要怎么的 加在一块 算三步法 所以他实际上是用两次三步法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道题 先算业务招待费 先算广宣费都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 这道题的核心 它实际是考核的什么呢 考核的是 销售收入这个基数的确认问题 我们读一下题 说2022年 某居民企业实现商品销售收入2000万 发生现金折扣100万 接受捐赠收入100万 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收入20万 该企当年实际发生的 业务招待费是30万 广告费240万 业务宣传费80万 那么你是不是 业务招待费三步法 第一步30万很好确定啊 对吧 30万很好确定 好了 那么第一步30万 那么第二步 我们要注意是PK取其小 用什么PK啊 用30万实际发生额的60% 这是一个数18万 那么PK谁呢 PK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五 我刚才说的千分之五百分之六十 你必须记住 不记住 那肯定丢分 记住了没有直接的分 对吧 所以得记住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问题 是不是就转化成了 刚才说的 基数的确认呢 那么这里边 可以作为业务招待费 广圈费基数的 就是这个2000万 你这个现金折扣 是不能扣除的 对吧 在实际发生时做财务费用 那么像接受捐赠收入 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收入 那都不属于 总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作为基数的 就是2000万 对吧 好那这个时候PK取消 那么10万和18万比 就是10万 所以三部法第二步是10万 对不对 那他问你 可以 给税前扣除的幼招的费 出来多少呢 就是10万吧 就是10万 对吧 输低嘛 那接下来 广宣费 道理一样 三部法的第一步 它的实际发生额头呢 一定要加在一块 240万加80万 三部法的第一步是320万 我们说一批 一批 以示区分 320万 那三部法第二步 同样的基数2000万乘以15% 是多少呢 300万 这样呢 加起来 一定要加起来 算完以后 比较 对吧 比较 那就是三把第一步 加起来320万 跟300万比较 那么输低啊 300万低 300万低 这是300万 那么加起来的答案就是B 是不是 所以同学们 这块大家要注意这个流程 注意流程 那么这道题它实际上是 假借考业务招待费广宣费 考的是基数的确认 它的侧重点是基数的确认 你基数对了 接下来就非常简单了 好 这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这样的提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提示的第二块内容 就是广宣费呢 它超过限额的部分 准与在以后纳税年度 截转扣除 这个业务招待费是不可以 这个就产生了二者之间的不同点 那么比如说 你当年的广宣费 发生额是250万 税法允许扣除的是200万 那么你今年输低 只能扣200万 对吧 那你那个50万怎么办 50万要挪到以后年度 截转扣除 那么这里边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截转扣除 它没有说截转以后 五个纳税年度扣除 它没有时间的限制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截转到以后扣完为止 对不对 那么大家想想 讲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可以截转扣除的 除了广宣费以外 还包括什么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的 职工教育经费 福利费 公会经费 富一万家说 这三个里的哪一个 职工教育经费 他是可以截转扣除 对不对 而且当时我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说他到底怎么截转扣除 我在当时那讲没有给他讲 我要到这一块讲 也就说职工教育经费 他的截转扣除的操作思路 跟广宣费是一致的 对不对 那大家注意 这本身就是一套选择体 可以截转扣除有哪些 本身就是要选择体 另外特别注意 他们两个的截转扣除 都没有时间的现实 都是准于在以后纳税年度 截转扣除 好了 那么这样呢 涉及截转扣除文字性的相关规定 老杨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但是这块到底怎么截转扣除呢 那我们需要来拿道题给大家阐述一下 这道题是这样的 说假企业在计算2022年度 企业所都是应纳税所的是 准于扣除的广告费的金额是多少 那请同学们注意了 这又是三部法 然后第三部是什么法 直接法下的问法 对不对 脑子里想用老杨的三部法 但这时候同学们要注意了 那么这道题里他说了 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 你看跟刚才那道题玩法不一样了 刚才那道题在销售收入这做文章 而这道题不在销售收入做文章 发生当年的广告费400万 上年度截转未扣除的广告费60万 然后还告诉了 以致广告费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15%的部分注意扣除 也就是他不属于30%的情况 因为他没有说假企业什么类型的企业 对不对 他说了一个15% 比例都告诉你 那么这时候准语扣除的广告费的金额是多少呢 那么注意啊 首先由以前年度截转的 你当年先别考虑 就是按正常的三步法进行计算 那么三步法第一步是什么呢 它的实际发生额是400万 三步法第二步是什么 是3000万乘以15%是多少呢 是450万 没毛病吧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当年发生了400万 税法说你可以扣450万 那么实际发生额没有超过标准额 限额红杠杆 没有超过三步法的第二步 那么这个时候你当年准语扣除的广告费是多少 注意我问的是当年 那就是多少呢 就是400万 是吧 就是400万 怎么没有答案呢 因为还有以前年度截转 要我编辑的话 我这个答案里面有一个400万 这样的话呢 每个错误答案都能迎合一部分考生的胃口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注意准语扣除的 我们当年的是多少呢 是400万 那么注意了 他问的是准语扣除的 当年的我求出来了 还要考虑以前年度截转的 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要考虑以前年度截转的 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什么前提条件 就是你当年的实际发生额 不高于标准额限额 假如说 我们改一下 假如你当年发生的是480万的话 那这倒是一答案 你就选C就可以了 你都不用考虑上年度截转 因为税法规定 你今年最多扣450万 你当年实际发生480万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当年最多扣450万 所以以前年度截转的 你就不能在今年扣了 那拿着往后扣去 而且今年超过那个30万 是吧 480万和450万 超过那30万 也截转以后年度扣除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有以前年度截转的 未必都要在当年考虑 要想考虑的话 他一定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三部法 第二部大于第一部 只考虑当年的时候 三法第二部大于第一部 对不对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了 那么我们这里边问的 准以扣除的广宣费 也考虑以前年度的 那么是不是把这个60都加在这块扣呢 那么是不是选递选项呢 这时候依然要大家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不是说你截转以后年度的能都截转过来 在第二年扣除 不是这样的 那么也要受什么当年的限额红杠杆的影响 所以以前年度截转的这个60万 不能都在今年截转扣除 只能扣除什么 他没有超过当年限额那个部分 那么你限额450万吗 你当年扣了400万 那么你截转以后年度的 只能是60万中的什么 50万 只能是60万中的50万 所以这道题答案是说呢 就选C 它是一个分析确认的过程 这里边大家特别注意 所以我在讲这个 以前年度有截转扣除的时候 我强调了 你一定首先要知道 它符不符合截转扣除的前提条件 就是一定是当年的实际发生额 没有超过限额 超过就不用考虑 那么另外一个 不是说以前年度截转多少 就到这能扣多少 那么一定是截转完了那个金额 加上当年实际发生的 也不能超过那个限额 这个一定要知道 这样你才能够正确的确认 以前年度 它截转到当年扣除的广线费是多少 那么答案显示一才对 这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好了 分析确定完了以后 那我把道题再改一下 那比如我问你 说假企业在计算2022年度 企业锁得税 应纳税锁得税 纳税调整的广告费的金额是多少 那这时候你分析一下吧 三部法的第一部是400万 三部法第二部450万 所以当年发生的广告费是 据实扣除的 没有税块差异 会计扣了400万 税法说我也允许你扣400万 因为没有超过450万的限额 所以不需要调整 当年的不需要调整 但是以前年度可以截转在 今年扣除 根据刚才的分析 是不是截转多少 截转50万 60万中的50万 那么这个60万是在去年的会计利润是扣除的 那么今年的话 你在算应纳税所得时 他又让你扣这个分析得出的50万 但是当年的会计利润是不能考虑这50万的 所以这时候会计没有减 应纳税所得可以减 那么这是不是就做纳税调检处理 所以同学们注意当有以前年度 可以截转到当年扣除的时候 如果兼解法下求出的截转的这个50万 它是做纳税调检处理 所以广宣费你不能说一定是纳税调整增加 明白了吗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些都是可以跟考试的大题结合起来的 非常重要 我是以小题的方式给大家 但是你要按大题去理解 相当于把题目给你了 对吧 那么每个题目 你说什么形状 什么颜色 你都已经知道了 等你做大题式 自然就一衔接就可以了 好 这个同学们注意了 好了 那这时候同学说 老师整的挺复杂呀 是不是 还得分析是不是 好了 那咱就给大家一个应试流程 首先说 职工教育经费也好 广宣费也好 当有以前年度截转的金额的时候 一审题 发现有以前年度截转的金额 那刚才老杨是不是没有管这个以前年度截转的 就先考虑当年的 所以我们应试流程 首先不要考虑以前年度的截转额 直接用三步法计算 明白了吧 好 计算完了以后 只有当三步法的第二步大于第一步的时候 刚才讲过了吧 就是450万大于400万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才需要计算 或者要考虑以前年度可截转的金额 对吧 这是才考虑 但是要注意 不是说以前年度截转60万 那么在当年就能够扣60万 不是这样的 那么要考虑以前年度可截转的60万中 有多少是可以在当年扣除的 对吧 那我们就要分析确定 刚才说了 你截转60万 截转过来以后 也不能超过当年450万的限额 所以我们分析 60万中的50万可以截转到当年扣除 如果间接法做纳税条件 是不是刚才分析的 所以这块大家要注意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小公式化的东西 那么以前年度可截转的金额中 可以在当年扣除的金额是多少呢 是这样的 可截转的60万PK 当年的限额450万减去 当年的发生额400万取消 所以那么以前年度可截转的60万中 有50万可以在当年扣除 间接法下做纳税条件处理 是不是 所以你分析一下 是不是这个过程 那我就把它公式化 那把它公式化 大家注意一下 明白了吧 好 这块是必须要会的 必须要会的 所以一旦看到有以前年度截转的话 首先干什么 接着干什么 那思路必须辛苦 这个应试流程要印到骨子里 好了 没完还得接着说 那就是说什么 我们在企业筹建期间 没有开始正常生产经营 对吧 想干公司筹建期间 那么也会发生业务招待费 也会发生广宣费 那么这时候大家注意 你在筹建期间发生的 筹建期间发生的 只要是跟筹办活动有关的这个业务招待费广宣费也好 那么他们的去向是一样的 注意啊 这个期间发生业务招待费广宣费 它的去向是一致的 都记录什么 都记录筹办费 然后记录筹办费以后呢 按筹办费的有关规定在税前扣除 那后面我会说这个筹办费怎么扣除 那么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他们的去向是一样的啊 都记录企业的筹办费 但是记录筹办费的金额不一样 你在筹建期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他记录筹办费的金额是按实际发生的 60%要记住的 而在筹建期间发生的广宣费的话 那么他是按什么 是按实际发生额 记录企业筹办费 也就是你发生多少 就记录筹办费多少 所以大家都要对比 要去看啊 就是主要注意这个文字性选择题 在筹建期间发生业务招待费广宣费 去向一样记录筹办费 但是记录金额不一样 那么业务招待费打六折 就完了 文字性选择题 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个特殊情形 就是我们刚才在讲这个表格中的 限额红杠杠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三座三不座 那么三不座中 其中提到了一个投资收益 是不能作为业务招待费 广宣费基数的 是不是 那么有一类企业 他就比较特殊 他专门玩的 就是这种什么 投资业务 我就是给你投钱 当你的股东 等着你给我分红 对吧 那你给我的投资收益 实际上对我这一类企业来说 就是我这一类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企业的主营物收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规定了 对于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 你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 以及股权转让收入 我不当你股东给卖了 那么这个时候 正常企业 它是不能作为业务招待费广宣费基数的 但是对这个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 它玩的就是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可以按规定的比例计算 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度 也就是它可以作为技术 那么与这个股权投资业务相关的企业 包括集团公司总部 包括创业投资企业 玩的就是股权投资 玩的就是投资收益 所以它是基数确认的一个例外情形 就按这个把握就可以了 以前多次考过文字性选择题 就这篇PPT的话 要考不难 记住了得福很容易 记不住就很亏 出了考场就悔恨到底 就是掐自己的感觉 所以一定要记住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接下来咱来说说 刚才提及的什么事啊 在那张表格中 说到广宣费时三步法的第二步 它是基数乘以15% 我叫基本比例 那么还有一类呢 它是高一点的 它是可以是30% 还有一类呢 它就不能扣是0% 那咱先说不能扣的什么呢 就是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和又宣传费支出 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扣除 这个考过文字性选择题 那么涉及计算的话 就是它是0% 如果发生多少 纳税调整增加多少 所以你在媒体中 你看不到这个烟草的广告 不允许做 做了成本也过高 都要做纳税调整增加 全额调整 所以这句话大家知道 好了 0%的我们说完了 那么什么时候30%呢 你闭上眼睛 想想你们看电视时看到的广告最多的什么 它好 我也好 是吧 药品的广告 好了 这是一个 还有呢 就是喝了一瓶水以后 好家伙 能上天能入地的 爽的不得了 那叫什么 饮料制造 我们在饮料行用一句话叫 一瓶饮料 半瓶广告 基本上你买的两块五三块的饮料的话 一块五以上都是做广告的 你是被广告所引导的 一瓶饮料 半瓶广告 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抹了完这个以后的 嘿 越抹越年轻 今年48 对吧 明年便18 那什么 化妆品 所以我们看到电视上最多的 就是化妆品 医药 饮料 杨老师呢 讲的 是吧 也跟我们的实际结合了 你认为你就懂了吗 不一定 这个题你未必都做 对 这块大家注意 考试的时候 他经常考文字性的选择题 对吧 那么跟计算题结合的话 就说某医药制造企业 那你三不法 第二不就要30% 所以这道题 要考的话 我脑都有 要不就跟大题结合 要不就文字性的 这种选择题 那么同学们注意了 这些话你都不用看 什么 不超过当年 箱上收入30%的部分准语扣除 超过部分准语代 以后那时候年度节转扣除 都不用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三不法都说了 他操作思路就一致了 就是 如果属于这些 他好 你也好 一瓶饮料 半瓶广告 这些行业的话 那么你就是在三不法算的时候 把第二步用销售收乘以30%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用乘以15% 对吧 所以这都不用看 那怎么还有可能答不对呢 这块我们考的相当细 所以知道了刚才 我们讲的挺热闹的 这些生活化的例子 以后 我们需要拿捏的 妥妥的地方在哪 你发现区别在哪了 这个医药是制造 这个饮料是制造 但是你对化妆品 不仅是制造 还包括销售 你叫考试的原题 单选都选我忘了 他就把那化妆品制造 是选项A 化妆品销售 选 答案的这个选项B 那A B你都要选 但是一要制造 要选 一要销售 你就不能选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 这个细节要拿捏的 妥妥了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吧 那么还有个需要注意点 你们知道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饮料制造的话 它是不含酒类制造的 也就是说酒类制造 它不属于饮料 听见了吧 那我们一般说你喝点饮料 没人说你喝点酒 是吧 它酒和饮料确实不是等同的 但是在有些行业中 这个我们说这个酒 也算饮料的一类 是吧 但是我们这里面注意 这个饮料制造 是不含酒类制造的 这时候我们就由于产生 一个误区了 我要不点拨的话 你在考场考的时候 有可能就去赚金了 那么我们经常说 烟酒不分家 那是广告费 从所得税的角度考虑 烟酒就分家了 那么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在所得税里 烟草不能扣 那么酒类制造扣多少 15% 听明白了吧 你别搞一个烟酒不分家 他俩捆绑在一块记 一分钱都不行 那么大家注意啊 一分钱都不行 他俩根本就是蛮凝的 你这个一分钱 你烟草 纳税全额调整增加 你这个酒类的话 还能按10%进行扣除 超过部分才调整增加 听见了吧 一定不能在意 好了 那么拿一分钱说事 就是瞎砍邪乎一点 知道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怎么考 都难不倒你 这个细节就拿捏的妥妥了 是吧 好 这块同学们注意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八条 这条呢 它是有一个特质的 一定指的是 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 什么事呢 比如说你掏钱打广告 我掏钱打广告 打一个广告 咱们一块把这个广告拱火了 最后的话 你可以用你收益 我也可以用我收益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针对这种情形 我们的处理是这样的 我们拿案例说一下 说假公司和阳式公司 为关联企业 均为酒类制造 那注意刚才说 酒类制造是15%的扣除比例 是吧 我们就把刚才那个事 给复习了一下 那么根据分摊协议 我这个阳式公司 在2022年发生的符合条件的 广告费和义务宣传费的 扣除限额40% 归及到假公司扣除 这是协议规定的 那么假如2022年 阳式公司的销售收入为 3000万 当年实际发生的广告费 和义务宣传费600万 假设没有以前年度的 广告费的转让 那么截转是吧 那么请计算一下 阳式公司本年度 税前扣除的广宣费 和截转以后年度 扣除的广宣费是多少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规定是这样的 就是对签订广告费 和义务宣传费 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 很显然 假公司和阳式公司 属于这种情形 那么其中一方 就是阳式发生的 注意啊 不是实际发生额 不是实际发生额 是什么 是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税前 扣除限额比例内的 广宣费之处 所以这时候大家注意啊 一定不是实际发生额 这句话 从我们考试角度上 注意文字新选择题 可以的 主要是这个点 一定是 限额内的 广宣费 那么怎么的 可以在本企业口 阳式这口 也可以把其中的部分 或全部 按照分摊协议 可以归集到另一方扣 那么我们刚才那个案例里说的是吧 说的是40% 归集到假公司扣 那么就算一下 能够归集到假公司扣除的是多少 这时候 根据我刚才讲解 可不是600万的40% 而应当是什么 450万的40% 180万 那就是刚才说的 扣除限额比例内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可以在本节口 对吧 那也可以 把其中的40%拿到假公司扣 这个算出来一定是180万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拿到假公司扣了180万了 那么税法允许扣除的当年的是450万 那么这个阳市公司 税前扣除的广宣费多少呢 就是450万减180万等于270万 那么当年税前扣除的广宣费就求出来了 然后他问你 结砖以后年度扣除的广宣费多少 那么你当年实际发生是600万 对吧 600万超过当年限额的部分 可以结砖以后年度扣除 那就是600万减去450万等于150万 结砖以后年度扣除 注意一定不是600万减270万 你不能说 你只考虑你当年扣除 你别忘了 这450万中有180万拿到假公司扣了 所以这时候 你结砖以后年度扣除的 你得把这个也考虑进去 所以是600万减450万等于150万 而不是600万减270万 大家通过这个案例 能够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听见了吧 那么注意可以是部分40%也可以是全部 可以是全部 那么这是说的 阳市跟假公司签订这种分摊协议 可以截转扣除的这个问题 好 那么另一方就是那个假公司 他在计算本企业广宣费的时候 那么从阳市转过来的这个 对他没有影响 可以讲按照上述方法规及至本企业的广宣费 不计算在内 你就按正常的三步法算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呢 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做道题来感受一下 看看你们的听课效果怎么样 来结束这一讲的学习 好 看这样的一道题 这道题 你说该企业当年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是多少万元 我们读一下题 说某生产企业2022年全年不含税销售额1600万 成本600万 税金机附加290万 按规定劣质的各种费用400万 其中广告费支出250万 那问你 企业当年的应纳的企业所得税 它的税额是多少 那这个就是用直接法和间接法了 是不是啊 那么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用直接法 直接法 那就是用1600万减据成本600万 减据税金机附加290万 那么这里边400万扣除250万的费用 是可以扣除的 直接法下是可以扣除的 对吧 然后再减据什么 再减据税法允许扣除的广告费 那么你就用三部法 三部法第一部250万 三部法第二部 就是用1600万乘以15%是多少呢 是240万 是240万对吧 240万 只是250万 那么熟低的原则240万 所以呢减据240万 算出来就应纳税所得的 再乘以25% 答案就出来 这是直接法的计算思路 这个很简单 我说的快一点 因为跟我们前面那个立体也很相似 是吧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间接法 间接法呢 你先算快计利润 算快计利润是这时候 你就直接用这个1600万减去600万的成本 减去税金附加290万 再减去各项费用400万 那么你算出来多少呢 你算出来的快计利润是310万 那么这个310万要做纳税调整处理 纳税调整怎么处理呢 你三部法第一部250万 三部法第二部240万 你的实际发生额大于标准额了 那么要纳税调整增加 二指之间的差额10万 那么算出来呢 你加上这个10万 结果一定是一致的 那么这道题我之所以留 就是要求大家感受一下 三部法怎么揉到 这个所得额和税额的计算中去 这道题虽然很简单 但是它可以衍生成大题 它只说了有广告费 那我再把什么借款的 把人工的 包括我们下一站讲的 公益性捐赠等等 都融到里边 再来点税数优惠 就是大题 所以呢 这个小题和大题 这件事怎么融合的 大家知道 这是一头 那么接下来再看看这道题 他问你说 该企业当年应纳的企业 所得税是多少万元 跟刚才很相似 我叫举一反三 只不过在刚才的那句话的后边 他又加了上年度截转位扣除的广告费 这也是多少了60万 其他的都一样吧 其他都一样 这是250的 那么这个改成了200 其他都一样 那么这块呢 大家注意 如果我们用间接法的话 你算完快递论是310万是吧 310万 那么你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刚才讲了 有以前年度截转的时候 那么你要考虑纳税条件的 那我们来看看呗 首先你用正常的三步法 三步法第一步是200万 三步法第二步是240万 对吧 没有超过标准额 所以当年可以扣200万 那么当年是没有纳税调整增加的金额的 然后呢 你以前年度可截转扣除的是60万 但你不能按60万扣 根据刚才的讲解 这60万中只有多少呢 40万可以截转到当年扣除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这40万做什么 做纳税条件处理 答案就出了 好 那么这是举一反三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很显然 这个呢 难度就比刚才闹题难度要大 但都考的是广宣费的这个问题 都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基础知识 那怎么跟大体结合要注意 好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看看文字性的选择题 这些点都讲过了 但是你未必能把这个分得全 你们把我点停了 自己做一下 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满分拿到 这道题是这么说的 说关于业务招待费计算扣除的说法 正确的是 企业视同销售的收入 不得作为业务招待费的计算技术 三座三部座中 我们说的 视同销售收入是可以作为 业务招待费广宣费级数的 他说不得就不能选 对不对 然后看看B 企业税前可扣除的业务招待费 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 或者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那这句话对不对呢 有点说老师不对呀 你刚才告诉我们是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五 这怎么都是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这不影响 我们只是简单劣势 那就是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还好听说 老师你刚才不说吗 那个限额红杠杠是PK取其小 而不是说按最高不得超过多少呢 那么这块你就没有注意停课 我在讲课就说了 我说业务招待费不是用吃多少扣多少 它是按六折 对吧 六成的比例扣除 但是最高也不能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五 所以我们就引出了三步法 第二步 根据这句话 那么PK取其小 那么我们设定的限额的最高比例 就是最高不能超过当年销售或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你比如你实际发生乘以百分之六十 那你超过了就按它来 没超过的话那就按实际发生的百分之六十去作为限额 那你看是不是最高的限额就是这个 所以它是正确的 然后C 说创投企业从其被投资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 可以作为业务招待费的计算技术 对不对啊 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 对不对 那么包括创投企业包括集团公司的总部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 他们专门玩的就是股权的 所以他们分配得来的股息红利 是可以作为业务招待费的计算技术的 这也是对的呀 那么答案一道理相同 顺带选出来了 然后说说 递选项 写筹剑期间发生的诱招待费 可以按实际发生的60% 记录筹办费 在税前扣出 那么它是不是对的呀 记录筹办费 这是去向 然后金额是60% 记录筹办费 那么这也是正确的 所以答案是BC第一 你看考的是非常细 尤其像这样的问题 你比如那个C和E 它是书中的一句话 然后它转化成了多个被选项 很多考生 不考原话 就容易发懵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所以你在记的时候 要把这里面的细节拿捏好 我在讲的时候 也是给大家分层次讲的 我先说 它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说的这里面包括什么 是不是 你看 我们呼应一下 这个就是一定要大家 最终还是有解题能力 所以你听课的时候 要听这个细节性的东西 要注意听讲 是吧 你看 包括集团公司总部和创业投资系 是吧 都作为这种标识的内容 给大家提示 而不是给大家一句话 都一马拼穿的说出来 不是这样 那么大家听的时候 也是要这个层次感 这种层次感呢 有助于大家的这个作题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像这个标准额的问题 你不能说最高额 是它来取小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你这个 实际发生的60%扣除 但是最高不能超过多少 那么我们根据这句话 引出了三步法第二步 大家注意这样的这个细节性问题 好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非常重要的 每个人的券面中都有分值的 业务招待会和广宣费的扣除的相关规定 给大家介绍完了 好 那么这是考试中的必考内容 他们像原生兄弟一样 比如说基数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都用到了三步法 但同时也要注意区别 主要有哪些呢 能不能截转扣除的问题 筹建期间发生的都记住筹办费 但是比例是有所不同的 这些小细节性问题 大家注意 那么考试中三步法的使用 可以提高解题的速度和准确率 希望大家在课下 可以熟练的使用三步法 而且呢 这堂课我已经渗透了三步法 怎么跟我们的大题进行结合 只不过是以选择题的方式给大家的 但是刚才已经说了 他一个业务是这么做 十个业务也是这么做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三步法 跟综合题算税额和应纳税所得额的结合 这讲好像就带给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